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 我们常听到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对于爱旅行又爱看书的我 觉得两者同样重要 在旅行中往往更能深刻体会 曾经读到书中和故事里的金句 在之前瑞士十一日自由行中 发生一个小插曲 顿时让我体悟到庄子的智慧 在人生里 我们是应该追求诗和远方 还是躺平就好呢 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人的一生有非常多的追求 我们先讲短期的好了 现在已经11月了 可能不少人会想要加急努力 达到年度业绩目标 才能领到年终奖金 长期的目标来说 我想要在哪里买房子 我想要组建家庭 拿到某个副总的位置 等等的 关于人生的追求 在最近我读庄子的逍遥游当中 有十分深的感触 其实庄子呢 是中国历史上 十分会讲故事的一个哲学家 有别于我们熟知的 孔孟儒家思想 齐家治国平天下 忽然就觉得好像亚历山大 可是呢 庄子他总是会用十分有趣 甚至带点幻想 魔幻的一些预言小故事 但在这些故事里面都充满了人生的哲理 首先我们来看 逍遥游 他提到北明有鱼 其名为鲲 在北方的一个很浑豚的地方 有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鱼 他叫做鲲 但是这只鱼呢 他有一个梦想 他不想要当鱼 他想要变成一只鸟 因为他想要飞 飞到很远很远的南边 于是呢 在庄子里面有写到 他怒而飞 这三个字 真的是很有画面感 我们可以想象 一只大鱼 他努力的鼓动着自己的鱼鳃 然后拍打着他的鱼鳍 然后甩动着他的鱼尾巴 他就是想要一飞冲上天 于是呢 他就变成了一只鸟 其名为鵬 这里真的是充满了魔幻的色彩 完全跟儒家的这种 实事求是是背道而驰 对于这只从鱼变成的大鵬鸟 它是怎么飞的 也有非常精彩的描述 他说水及三千里 团扶腰而上者九万里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拍打着那个水啊 激起十分高的一个浪花 有三千里这么的高 这简直就是像海啸的一个等级 另外他还借助着风 用着扶摇而上 扶摇而上他就是有一种借力使力 他跟着这样的一个旋风 然后呢 窜起来飞升到天上 那在这里呢 庄子他特别强调了水 还有风表示说这个大鵬鸟 他如果没有借助风之事跟水之事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震翅高飞到 他所要达到的一个高度 所以这里就强调了在庄子里面讲的 生物之以席相吹 所以世界上万事万物 其实单靠自己个人的力量 都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想要的追求 或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 所有万事是互相效力的 就像我们说时事照英雄 去以六月一席折夜 这句话表示我们刚才提到的 大海啸强劲的风势 他不是天天都有的 他每六个月才会出现一次 所以这个大鵬鸟 他必须要静待时机 他也必须要在时机来临的时候 把握机会 在这里我就想到了一部 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电影 我个人也十分喜欢 一定是在我的Top3 就是刺激1995 在电影里面呢 这个男主角 他因为是被冤枉的 然后呢被判入狱 无期徒刑 但因为他是无辜的 还有他对于自由的向往 他竟然从他自己的牢房里面 挖出了一个通道 而成功的获得了自由 但是挖这个通道 要花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 一个要成功的人 一个想要达成他的追求 想要达成他目标的人 一定需要有耐心 一定需要有潜心的一个等待 就像这只大鹏鸟 我们先做一个小总结 我们想要达到目标 第一 我们需要去等待时机 等待那个最适合的 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时机 我们才能够借力实力 离我们的目标能够更进一步 那在时机还没来到之前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养精蓄锐 储备实力 蓄势待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生物之以席相吹 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 一个人能够成功 绝对不是因为他本身 有多么的厉害 一定是因为有万事万物 还有许多的人的帮忙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也教导着我们 在事情成功的时候呢 我们要懂得谦逊 要谦卑 而且一定要心怀感谢 前面讲到的是故事的主角 这只大鹏鸟 接下来配角就要登场了 登场的两个呢 一个是小蝉 另外一个是小山雀 那这个小蝉跟小山雀呢 他们看到大鹏鸟的这个行为 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 然后两个就嘲笑他说 这大鹏鸟真的很奇怪耶 他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力气 飞到这么的远的地方 For what 看像我们这么安逸的住在这里 我一跳一飞 就只能到一个矮矮的枝头上面 但是这样子很好啊 因为离地面很近 其实掉下来我也不会痛 而且就在这里生活得很舒服 然后想要吃虫子 想要吃果子都有 那你飞到那么遥远的地方 怎么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呢 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这大鹏鸟真的好笨 真的是好奇怪哦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中 或许有一些追求 有一些梦想 但不一定能够得到周围人的一个支持 甚至会引来一些善效 就像在故事里面的大鹏鸟 还有这个小餐以及小山雀一样 所以在人生当中 每个人有不同的追寻 有些人比较喜欢待在舒适圈里面 觉得生活安稳 能够有小确幸 这样就很好了 有些人的志向十分的远大 他向往着师 以及远方 他有着更壮阔的一些梦想 想要去达成 那两者都是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没有谁对跟谁错 但小禅跟小禅却做不对的地方是 他们用嘲笑跟善笑的方式 对待大鹏鸟 对于大鹏鸟来说 他不甘于过着平凡舒适的生活 所以当他飞翔到了这么高的高空当中 他看到了野马 他看到了尘埃 当然他的视野变得十分的广阔 除此之外 这里提到了 天之苍苍其正色言 天空看起来是蓝色的 但大鹏鸟觉得 如果我没有飞到跟天空一样的高度 我怎么能够确认它是蓝色的 其实这句话也很有哲理 有时候我们看待一件事情 会以自己自身的一个经验 跟自身的目光去做一个评断 或是去下一个定论 但是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到达那个高度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甚至我们所说的颜色 其实现在已经有十分多的学说跟讨论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 他能够看到的光谱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桌子 我们看到的花 我们看到的颜色 只是从我们眼睛里面所看到的 其他的生物动物 他们能够察觉到的一个光谱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或许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 都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事实的定论 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 我们其实真的十分的渺小 所以怀抱着谦逊的态度 还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来看待万事万物 这就让我想到了去年九月份 我独自一个人到瑞士十一天自由行 那在策马特这里我待了三天 我记得因为瑞士的物价高昂 所以我的钱非常省着用 我到了一间餐厅其实只是想要点一个简单的餐 然后填饱肚子就好了 但是我就遇到一个非常厉害的waitress 她竟然有办法说服我 点了一杯红酒 然后呢也点了她推荐的餐点 那通常我这个人对于别人的推销跟促销 一向是不为所动的 但是这个waitress真的非常的厉害 她的友善的态度 然后跟你讲话的方式 就让我觉得十分舒服的愿意去掏钱 然后喝完了一杯红酒 竟然还点了第二杯 然后吃完结账之后呢 她还跟我推荐说 啊你应该试试我们餐厅里的起司火锅 你在策马特要待多久啊 明天晚上记得回来吃起司火锅 回到饭店之后呢 我就想说天哪 我今天真的是遇到一个销售奇才 这时候呢我的这个儒家思想资本主义的这个功利思维就出来了 因为之前呢我在企业里面呢是带一个Sales and Marketing Team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销售人才 在这个瑞士的山林的一个小小餐厅里面当服务员 简直就是浪费她的才华 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应该把她招募至麾下 然后在我的训练之下 她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公司的Top Sales 帮我们部门就是创造非常辉煌的业绩 你看即使我读了庄子 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跳脱这样的思维 所以对于这个女生来说 或许她觉得我住在瑞士这么美的地方 在策马特每天可以看到马特红风 然后能够呼吸着这么新鲜的空气 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那我觉得在餐厅里面 然后呢遇到各国来的游客 跟他们聊天 跟他们介绍瑞士的点点滴滴 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惬意很开心 她根本就没有想要到大企业里面 去当一个什么很厉害的Top Sales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真的都有不一样的追求 没有谁对谁错 谁好谁坏 所以我觉得读了庄子之后 对于自己会有更深刻的一些觉察以及反思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我对于人生也有非常多的追求 而这些追求呢都比较是华人社会 对于成功人士的一个定义 我希望能够在很知名的外商大企业工作 我希望能够达到多少的一个年薪 我也希望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title 那我真的进入了外商 发现是的有这样的一个光环 是的有非常好的收入 但是我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凌晨三点 那也让我有许多的牺牲 比如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时间 牺牲了睡眠的品质 因为太过的忙碌以及压力 然后健康受到了影响 还长了带状炮症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人间所有的事情 其实它都有一个隐形的标价 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 我真的就非常喜欢桃渊明那种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很闲适的乡村的生活 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没有失眠 我能够很快的香香甜甜的 睡上饱饱的一觉 然后第二天可以自然的醒来 我也很体会到一句话 晚来为耗尽 万事不关心 就像阿德勒所说 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之前有许多的一些不快乐跟痛苦 常常就是因为在人际关系里面 不管是从家庭 还有复杂的在工作上面的 这些人际关系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课题分离 或是你更focus在 自己心灵的平静 自己身心的一个健康 你更focus在 我要好好地来做瑜伽 好好地做冥想 好好地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 而不是一直去看外在的 不管是父母对你的期望 社会的标准 庄子的思想 深深影响了后世许多的人 比如北宋的大才子 苏氏苏东坡 他在定峰坡里面写道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句话真的十分的有深意 其实人生走了这么长一段路 我们再回首看看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无论是晴天或是雨天 其实都没有情与好坏的分别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庄子逍遥游里面 大鹏鸟故事的一个阐述 以及自己经验的分享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期 我非常向往成为大鹏鸟 我也很努力的去飞 但现在我觉得做一只小鹌 却也蛮好的 两个都好 所以不知道你听完这个故事 对于自己人生的追求 梦想跟目标 有什么样的想法跟启发呢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 请订阅按赞支持一下 十分感谢 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